哎呀,小黄咬尾巴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小黄咬尾巴了 嗚,再咬一个 小黄 哎呀,奇迹啊 咬尾巴了 我的天哪 终于咬尾巴了啊 走,带你上厕所去 走走走 快快点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 跑快点,跑快点 憋坏了吧,小黄啊 刚才下大雨,出不来没办法 现在雨停了 小黑也拉了,赶紧吧 走 我以前都是一个一个 留他两个的,今天吧 早上一直下大雨,来不及了啊 我就把这个扣子扣在一起 上次小黄跑丢上 他把那个巷圈上的 那狗的那玩意儿 给拉了,拉坏掉了 然后我也去那个 电焊的地方 重新焊了一个 焊死了啊 要不然的话 下次他还会跑掉 这样子我扣在一起 他们就没法跑 多扭一会儿吧 晚上还得下大雨呢 哎呀,这种大狗真的不容易 特别是养两个 呃,吃的厉害是一方面 第二个吧 你无论去哪里都不太方便 我停车在那里啊 那些小孩子啊 呃,都特别怕 看人刷在那里 影响特别不好 还有吧 那些管理人员都说 我这个大狗 嗯,刷在那里不行 让我放在车上去 但是我放在车上嘛 他又闷 哎,太难了真的 要是早点找到个房子就好一点 但是一直也找不到 哎呀,小黑牛 地上是湿的 别瞎打滚啊 我的天哪 哎呦 我的儿 小黑宝宝 哎 呜 行吧 打滚吧 小黑或小花 两个都胖了不少啊 现在我估计有六十多斤了 真的 呃,长胖了不少 哎呀,小黄也打滚了 我的天哪 嘿嘿嘿嘿 像一只大虫 猛兽一样躺在这里 哎呀,我估计是怀孕了 要不然不会 老喜欢躺着呀 看 神子太可爱 哎呦,小花牛 你还知道回来找我呀 你咋不跑掉呢 回你的西藏去吧 还老老实实的来找我呢 你有能耐你必须找我呀 还是知道跟我幸福 知道跟我有大鸡腿吃 大鸡胸肉吃是吧 天天吃狗粮 你自己说吧,对你好不好 平心而论 是不是 你活了十年了吧 十几年了吧 有谁对你这么好过呀 是不是你也听我的话 知道没有 我是可怜你 嘿,你听见了没有 哎呀,还挺漂亮 两个点 给我带来好运的 这边牛狗真的非常方便 全是这种草坪 而且这种草是吧 遗草不是那种种植的 随便放 这边还有很多松树 喝水 哎呀,小黑牛 你怎么那么懒 趴着喝呀 喝吧 看一下我这框里 全是狗粮罐头 八十斤狗粮 十箱罐头 全是一个好心网友买的 真的非常感谢他吧 我准备拿这个给他们吃啊 今天给他吃狗粮拌罐头 他这个罐头 营养特别丰富 你看有这个肝 有豆子 还有金针菇 还有鸡蛋啊 准备给他们拌来吃吧 等不及了 马上就好了 等一会 吃吧 早就等不及了 是不是 哎呀,天天没少吃啊 好吃好喝的 真的 在无人去的时候 想喝水都懒啊 在这里可以大吃大喝 过上了小康生活了 小黄还想跑 你往哪里跑 去了跟别人 有可能上了别人的餐桌 你以为啊 你追我这个傻子 愿意招待你了 你还不知好歹 我那小黑牛是最乖的 我养的狗啊 保镖 百度 小黄 小黑 跟我感情最深的是保镖 其次就是 到了天堂的百度 然后就是 小黑 小黄 小黄排名最后啊 你的努力啊 要往前靠啊 不能拿到手知道没 这两家伙天天吃这么好 啥活也不干 干吃啊 哎 小黄你抢小黑的干啥呀 这不有吗 我的天 还给他俩买了两个新的大钢盆 15块钱一个 这个质量特别好 吃吧保镖 多吃点啊 你那小嘴 小小的 哎呀 保镖的毛也越来越深啊 到了冬天 希望他长深一点 他暖和一点 保镖不喜欢穿衣服 要不然给他搞一下 小黄小黑是特地不怕冷的 哇塞 这两个吃货 光盘行动啊 等一下再给你俩喂点水吧 我的天 你得放呀 彪儿 啊 放 咱俩拔火 来 呜 要飞是不是 飞起来了 哇塞 彪儿 回来 回来 呜 蒙手蒙手蒙手 回来 回来 我到西安这边已经十几天了 最近这几天天天都要下雨 早上 好不容易停了一会儿 赶紧拉小黄小黑溜了一下 保镖也溜了一下啊 我停车在这里嘛 就是有工作人员来赶我了 他就说小黄小黑是大狗 不能放在外面 要让我放在车上 但这不可能啊 因为放在车上的话太逼了 如果他再赶我走的话 我又得另外去找停车的地方了 真的 养两个大狗啊 特别是小黄小黑 我受了很多委屈的 有好多网友吧 就说 我在无人去的时候 不是真心实意的救他 我现在救出来的吧 又说 我是为了拍视频 博取大家的同情 赚流量啥的 但是 不管你们怎么说 怎么怀疑啊 我这个人嘛 做事就讲究的是问心无愧啊 你看 像前几天 就是一个意外 小黄跑丢了 又说我把他给吃了 但是 这些黑肥嘛 真的 就不是人来的 你理他吧 能把人气得半死 我也没时间打理他啊 看过我以前视频的网友都知道 我这个人嘛 不管是对狗 对人啊 都是真心实意的去对待他们 就是后面新加入我的粉丝吧 对我不是特别了解吧 就是听那些黑我的人 胡说八道吧 以为我真的是骗子 其实真的不是啊 但是 如果你不相信啊 你可以去把我以前拍的视频 全部看了 如果你还认为我真的是骗子的话 哎我也没办法的 我还是拉句话吧 尽量的去对狗好 对别人好 至于就是别人要怎么评价我啊 那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啊 我也管不了哎 反正怎么说呢 做好自己就行了吧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啊 下期再见